不知是如何走到日思夜想的地方的,蓝望鸡定定站于玉兰树下,台某紧盯那扇敞开着的窗户,仿佛盯得久了,便能从窗上倒映的前影上看到正被下人拥着梳妆打扮的魏无羡。 今日是个好日子,窗台上不知何时闯进来一只喜鹊,叫声清脆嘹亮,魏无羡闻见声音,好奇地把脑袋从窗口探出,他想看看云深不知处多了什么小动物,却意外发现了蓝望鸡。 望鸡,我这么跟你说吧,或许你现在误以为你很喜欢我,可兴许再过些时日,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真正喜欢的人,是另一个人。 尚未说好新服装的魏无羡出现新婚之容,但即使是这样,依旧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不会,蓝望鸡心中酸涩,他觉得他就是一个笑话,他明明比别人更有机会夺得魏无羡的芳心,可魏无羡似乎是个无心之人,无论他如何做魏无羡都对他避之不及。 未来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不会? 魏无羡抿嘴一笑,眉眼弯弯,就是不会。 说完,蓝望鸡才察觉到魏无羡最初话语中的不对劲之处,他视线定定地落在魏无羡身上,不明白地问他,你觉得我心中真正心悦之人是谁? 啊?魏无羡觉得他好像说错了话,他打马虎道,这只是假设而已。 刚刚你言语中并非只是在假设,蓝望鸡好歹教了魏无羡三年剑法,后来还多了重来的时间,就算那些日子里他再不怎么明心,再不怎么去注意魏无羡,但前一幕话中他还是记住了不少魏无羡的语言神态和小动作。 魏无羡见蓝望鸡并不打算放弃问他,只好遮掩一二地道,中庸或者昆泽,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中,除去金家那个,就只有我与你相处的时间最多了吧。 可能因为这样,你的心就被蒙蔽了,从而看不到那个你真正的命定之人。 是谁? 爱? 旺鸡,你能不能别问了? 魏无羡有些抓狂,若是现在他说了的话,要是破坏了男主对女主的印象,影响到了男女主的感情发展,进而可能使得世界崩塌,那到时他可就完了。 然而蓝旺鸡却固执地追问,可是魏无羡始终不肯开口,所以他最终只能不甘离去。 入夜时分,前来参加喜宴的宾客渐渐散去,像是置于云身之外的孤寂静视力。 蓝旺鸡独自端坐在桌前,眼底有着异样的火焰。 斯吉与魏无羡相处的时光,魏无羡偶尔的异样让他沉思良久。 他觉得魏无羡好似某些时候对未知事物有着敏锐的感觉,就像是他能够预料到未来。 如此一想,蓝旺鸡握紧了他手中的杯子,他眉头一簇,心中有些惶恐,他害怕他不能够再次重来,也害怕他重来后依旧改变不了他的命运,更害怕他重来后事情朝着可怕的方向发展。 毕竟,这次重来,他为金光瑶之死之事提前做了充足准备,但江城却没有想害金光瑶性命的意思。 不管怎样,蓝旺鸡是一定要再尝试一番的。 他痛快引下天子笑,心中带着探寻秘密的念头。 还未来得及放好手上那个散发盈盈蓝光的杯子时,整个人便往桌上一趴,彻底失去了意识。 热闹的街上,蓝旺鸡彷徨地走在云梦街头,本来成功回到过去后,他该在魏无羡面前刷足存在感。 可当他听到蓝旗仁要他前往云梦游走一番时,原本他想着他以前了走过了,可不必再走。 但联想到那时,他在蓝旗仁的一步一步诱导询问下,告诉的蓝旗仁关于云梦街头流传的一名,已是女子藏色的各种流言蜚语,不知怎么的,他便重走了一遍。 一路随意而逛,不知不觉间,蓝旺鸡来到了一处荷塘边。 荷塘荷叶高高,荷花或含苞待放,或花开正盛,水面上时不时地有波纹荡开。 靠岸而走,蓝旺鸡收回远世的目光,眼底不禁柔和起来。 就在刚刚,他触景生情,回想起以前魏无羡说过他想挖偶吃莲子的话来。 那生动向往的表情,让他现在一想起,仍觉得心中一动。 想罢,蓝旺鸡如同第一世那般,他从乾坤代中取出一只小灵舟,慢慢无声驶向荷塘深处,还时不时地往船上放他刚摘下来的莲蓬。 而当他觉得采摘得差不多,想要取下莲子时,一道令人脸红耳热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 当下,蓝旺鸡掰莲子的手一顿,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是了,在魏无羡差不多来到云深不知处一年时间,也就是他这次的云梦之游时,他见识到了一件后来令他作呕的事。 阿诚,你不要进去。 一道女生口砖吸道,为什么不可以? 阿里,你每次都这样说,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成为我的人? 男生不甘道。 随着两道声音交流越多,蓝旺鸡的脸色越加难看。 第一事实,彼时他以为躲在丛丛荷叶里偷情的是一对因各种原因而不能被各字母允许在一起的情侣。 谁知道,后来当他在云深再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过后仔细去调查他们的身份后,他有多震惊,他们竟是一对同父同母的亲姐弟。 而听着声音愈发不堪,蓝旺鸡再也待不下去。 他有种想同第一事那般无声无息掉头离开的冲动,可他一想到魏无羡曾经说过他怕被自己身边桃花牵连的话来, 觉得这是一次抓住江城江艳离把柄的机会,他或许可以弄个什么证据出来,以此来要挟获觉了江城江艳离以后可能会找魏无限麻烦的念头,于是便不做动作。 然而就是这一等,他听到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阿城,你以后是要娶妻的,咱们不可以再这样了。 娶妻? 娶什么妻? 我一辈子都不娶妻,至于江家子嗣,大不了阿里你娶妻或招一下续呗。 你说什么胡话呢? 阿城你可是有一门娃娃亲的,对方还是个稀有昆泽呢。 就葬色那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的儿子魏英,我才不会娶这样的人为妻。 更何况,那个魏英极大可能早死在四岁那年了。 阿娘不是说过当年他派去的人把葬色一家都逼入了乱葬岗吗? 乱葬岗是什么地方? 那是人有尽无出的地方。 云深不知处理,蓝忘基求之欲,颇高地询问蓝启仁, 叔父,您带回来的魏英是葬色之子。 蓝启仁听到蓝忘基这么一问,倒是没有过多的惊讶, 他冲泡完一杯茶,才道,云梦街头当真仍在广传藏色的流言蜚语, 连同无限也受到了波及。 都有,不过那些流言中并未提及魏英二字。 因为凡是说到藏色的儿子,云梦百姓皆用家仆之子代替。 文言,蓝启仁倒是惊讶了,藏色的儿子可能除了自己和僵尸那主要几个人外, 恐怕没人知晓他的名字了, 既然僵尸散发的流言蜚语中人们用代称称呼其, 那么蓝忘基又是如何得知魏无限就是藏色之子的? 他心里不解,便询问了蓝忘基。 叔父,忘基乃是偶然间听到僵尸儿女谈及。 蓝忘基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原来如此。 蓝启仁放下茶杯,询问, 忘基,你可会因此而对无限生出嫌弃? 叔父,流言不可当真。 蓝忘基想也不想便答。 见此,蓝启仁心生满意, 他摸了摸他的山羊湖, 道,这一年来,无限跟在你身边学习, 你觉得他如何? 很好。 蓝忘基耳根忍不住一红。 很好。 你觉得他很好。 可为何老夫听旁人说你貌似挺烦无限? 蓝忘基连忙撇清, 叔父也说是貌似了。 蓝启仁却不敢苟同, 罢了, 你烦不烦都无所谓, 反正西尘肯定是不会嫌弃无限烦。 老夫看你和无限年龄更加相近, 原本觉得你们比较合适, 所以才想着让你指导无限修炼, 让你们多多相处, 可老夫现在认为, 年龄相似又如何? 最重要的, 还是会疼人才好。 无限四岁时师父, 十五岁时师母, 人生已经够不幸了, 后半辈子还是找个会疼人的好。 叔父, 我, 蓝旺基话还没说话, 却被蓝启仁白手阻止了他, 继续说下去。 旺基, 没什么事的话你便去做自己的事吧。 于是, 蓝旺基只能告辞, 而他回到静世后才想起, 他原本想询问蓝启仁, 关于脏色散人之事, 却因蓝启仁把话题聊到嫁娶上, 所以一时忘记询问了。 接下来的日子, 蓝旺基一边努力往魏无限身边凑, 一边暗地里观察魏无限眼中认为的 自己可能会心悦之人, 日子就这么眨眼而过, 可蓝旺基却越来越焦躁。 蓝战, 你整日都无事可做的吗? 魏无限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明明他明里暗里都有拒绝过蓝旺基的心意, 但蓝旺基却还是喜欢往他跟前凑。 叔父要我照顾好你。 蓝旺基在魏无限好几次地拒绝他接近之余下, 心态在面对魏无限时已经能够做到保持平静了。 旺基二人类似的对话在听学期间也在上演, 这让魏无限深感烦恼。 他很不想与蓝旺基除却修炼外走的相近, 更不想成为金光瑶江城的靶心, 可因为蓝旺基,他已经被他们二人盯上了。 一次外出组队叶列前夕, 蓝旺基凝视着魏无限, 语气低沉道, 魏英,你为何不去? 我身体不适。 魏无限声音铿锵有力。 你以前不是很想去叶列吗? 都说了我身体不适了。 魏无限才想起药妆虚弱。 蓝旺基是因为金光瑶江婉淫江艳离他们要去吗? 文言, 魏无限眼神闪烁。 蓝旺基说得不错, 他不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三人。 他是一个川书人, 读过原著的他知道原著中的魏无限此次一去, 就会被金光瑶与江城暂时一起联手设计他, 最终落得个毁容身死的结局。 这个结局对魏无限来说实在是接受无能, 本来他就纳闷他为什么会睡了一觉就莫名其妙地穿越异室。 谁知更让他纳闷的是他竟穿进了一本小说里, 还穿成了一个炮灰, 一个从出见男主拦望机时就缠上男主的炮灰, 一个最终让闹得脸面不好看的金光瑶与江城都能攒起前嫌, 联手杀害他的炮灰。 想吧,魏无限浑身不自觉一抖, 他本来就惜命, 还爱惜自己的外在形象, 因此, 他一想到他死后遗体要被辱, 凶手还能逍遥法外, 他一下子就生存知智满满。 我与陆七来了, 不想去不行吗? 魏无限豁出去道, 蓝忘机闻言一亚, 前几世时魏无限就以身体不适为由而成功不去业裂, 他没成想此时他会因他的试探而说出这个让他心热的借口。 没错, 蓝忘机肯定魏无限依旧在找借口, 因为他的语录期蓝忘机可是记得很清楚的。 不过, 即使魏无限这样, 蓝忘机仍旧不放弃目的, 他道, 他们不去。 不, 不去。 江艳离也不去了。 魏无限惊了, 小说里金江三人可是都去了的。 于是魏无限纠结了, 他不知道他还要不要留在云深不知处里, 反正他很肯定他不想与金光瑶江城他们在那个时间段待在同一个地方。 魏无限思考了一会, 才咬唇唇唇道,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 你说这个我的语录期又不会没了。 他决定了, 他可以在那期间闭门不出。 也行, 到时我会嘱托江姑娘为你主食。 蓝忘机说话之时, 眼睛注意着魏无限的表情。 什么? 魏无限惊讶了, 他不自觉地道, 原来你和江艳离的进展已经这么快了呀, 都已经到了可以拜托对方帮忙做些分外之事的地步了。 果然, 蓝忘机心中阴冷。 无论从前还是现在, 他身边比较常出现的人, 且还是能与他结成道理的人就少得几乎可怜。 最初, 他立马排除掉了江艳离, 却不曾想过, 原来正确答案早就与他失之交臂。 我与他能有什么进展? 蓝忘机强压住心中的恶心, 他与一个前缘, 有可能都不可能与江艳离有可能。 就江艳离那样一个表里不一, 乱伦淫荡的人, 他心里怎么可能会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近? 魏无限察觉到了自己说错了话, 他不就班地道, 就是师兄,师姐弟关系进展啊, 你们好歹都是被叔父教导过的。 话音一落, 蓝忘机沉声道, 他蛊惑江婉淫欺负你, 我与他只可能是仇敌关系。 魏无限被蓝忘机震惊的话语, 暗自表白了一番, 他扎舌, 蓝战, 你在说什么, 什么蛊惑? 我怎么听不懂? 我怎么听不懂?